《设计中心》在疫情期间展开了两个项目 《Play Live》、《好玩日日》和《后生》 其实都带出了设计是属于每一位的 以及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展览 可以让大家看到设计师、设计思维和好的设计 如何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玩乐》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特别是小孩透过《玩乐》 去改变自己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设计也是一个思维 如何能让人和外面的世界接合你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思维 去改变我们周边的物件和世界 所以我想这次在这个展览里 我们是用了活动这件事来开始 因为玩其实是一个活动 玩也是一个生活的一种态度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很切身的活动 开始 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容易去明白到 原来设计和生活之间的关系 这次的展览是《厚生》 这次展览是《厚生》 我们用了一个掌友共融的方式 去展示所有展品 原因是因为长者很多时候 给人的感觉很老弱 但我们希望观众透过这个展览 可以亲身感受到长者的需要 了解他们更多 令到他们可以消除到对长者的感觉 令到社会更加共用 我们在楼下地下 其实有一个装置艺术 是用摺椅摺桌来做的一个装置 它也是一个古类型的乐器 我们邀请了一些音乐人 来玩一些敲击乐 我觉得很荣幸可以参与一个 这么有规模的展览 我都很开心有机会 可以和这么多一起去关注 老年文化或者一些 学龄科技的朋友 可以聚首一堂 一起去公共完成一件事 设计中心在疫情这个期间 都非常努力 是用不同的科技 是希望可以仍然 和公众可以接触 去继续推广我们的创意思维 希望可以展示给公众 好设计 是怎样能够可以 让他们生活得更加舒适 和可以解决到问题